不過他這題目好像有點怪怪的 他這應該是3x的什麼呢 平方 這什麼東西啊 3x2 這什麼 所以很多人可能看不出來 然後加上2x加1 所以這個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應該上去一點點 那個排版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 剛3 這個x指的就是 把它帶過來 然後3x就是3x的平方 加上2x加1 會產生一個y的值 那這個y的值 在什麼狀態下呢 這個y的值呢 什麼狀態下呢 會剛好小於z 比如說我今天呢 他這個題目範例是這樣 假如說我今天呢 輸入一個589 這個589 這個地方顯示 就是說當x等於13的時候 那y就是534 比較可以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剛好y它剛好小於z 可是呢 又是最接近的 就是最接近z的那個值 那這應該懂的意思吧 那也說我要算出這個 當x等於多少的時候 才是最接近 符合這個條件的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demo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應該這個地方的話 大概了解一下 首先的話我們那個連例方程式是這樣 就是3 然後呢 3x 所以x的話 就是x的平方 所以乘上什麼呢 乘上x的平方 有沒有用POW來表示 的平方嘛 加上2x 2x的話就是把它乘2加上1 這個是它的公式 最後的話呢 要轉換成為整數 丟給y 那什麼情況下呢 它會那個讓 比如說我今天就跑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呢 x就從0開始 慢慢一直往下跑跑跑跑 然後跑到什麼狀況 狀況跳零呢 當這個y是 如果當那個y是小於z的情況 就進入回圈 所以它一直跑跑跑跑 可能跑到x是14的時候 它就怎麼樣 這個時候y的值 就會大於z 大於z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 就會這個 因為大於z之後 它就跳離回圈了對不對 跳離回圈之後的話呢 那就會跑這一段 可是你會想說 那這個為什麼x呢 要等於x減掉2呢 這個地方同學可能不容易理解 那為什麼要減掉2 第一個就是因為 當y要跳 這個要跳離回圈的時候呢 那x其實已經多跑了一次了 因為它要跑到14的時候 它才會大於z 可是我要的是 不是大於z的那個x 而是剛好是 小於z最大的那一個 所以變成要往前推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是減1嘛 可是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要減2呢 其實特別注意哦 因為你跑完之後 你這個地方呢 它會再跳回去 會跑一次加加 所以變成說 多跑了幾次 多跑了兩次 所以必須把這兩次給減掉 但是其實很多同學可能這地方這樣不好理解啦 我覺得我這時候用那個湊從其實就比較好理解 那你可以在這個地方設一個中斷點 我們來看一下哦 比如說今天按一下這個湊從 然後呢它會跳出那個除錯模式 那記得就是說 我可以在這一個回圈的前面加中斷點 還有在這個x前面加中斷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這個地方底下哦 是第一個 589 假設我今天 我要知道z的這個值 假設我今天最大值哦 是589 那當x等於多少的時候 剛剛好可以滿足我這個連力方程式呢 Enter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時候z的值是589 對不對 那因為我把這個中斷點設在這裡 所以現在回圈還沒跑 那還沒跑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執行過 這個時候的話呢 進到回圈之後 當然從0開始 所以x等於0的時候 當然y 最後因為有加1 所以它是1 當這個x等於1的時候 那y等於多少呢 等於6 為什麼等於6呢 你把它帶進來就知道了 最後這個帶過來 3乘上1的平方還是1嗎 所以3再加上什麼呢 2加1 所以等於6了 沒問題吧 然後再來 當x等於2的時候呢 y等於17 所以以此類推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那你會發現呢 在什麼情況下 x等於多少的時候呢 那個y的值呢 最接近z 但是又不大於z 但是又不大於z 所以你可以發現一直跑 一直跑 9 10 11 12 13呢對不對 13的時候呢 y是5 3 4 它還是 還是要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 這個值還是比它 還是大 所以它下一次還是要進到回圈 當x等於14的時候 它已經6 17 所以多跑一次了 那多跑一次的話呢 接下來再 再來就知道 你會發現 那理論上應該 我們的直覺 是應該它就跳離了 可是特別注意哦 我在執行過 你會發現哦 有沒有 因為呢 它又回到了這個地方 才去判斷 判斷的時候又去加一次了 所以判斷完又幫你加一次 所以等一下 它等一下 x多跑一次 多跑兩次嘛 所以特別注意哦 所以為什麼要減掉2 因為我要去找到 什麼時候 這個 y的值是小於z 但是又最接近z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x應該是多少 那就減掉2 所以這個地方的答案 為什麼要減掉2 那把它減掉2之後的話 它就13 那再來就是把最後的結果給輸出 所以如果你有的時候在跑一些 就是 其實說真的 有的時候 有些人也是從google來一些 那個有沒有 可是你說真的 你看半天還是搞不懂到底 你可能人家寫得很漂亮 但是你看的是很模糊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反正 我覺得這個方法還不錯啦 提供有規定 因為有的時候 我常常會 也反正大家都一樣 有時候很懶 就是要動腦筋要想一個邏輯 說真的也是要花很多時間 那既然有網路上很多善心人士 對不對 這麼大方 那你何不就是對不對 就用 至少 但是你也要能夠理解的時候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來了解 最後可以把它停掉 那回到這邊 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x必須要減掉2了 因為我已經跑過之後 它才會 它才會 才會怎麼樣 才會是那個 歪一次大禹 但是它又會幫我加一次 所以把這個剪掉 那這個是第一個 你可以用除錯模式來做 第二個的話呢 你當然 如果這個前面的題目都做完了 有時間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不需要用 不一定用for回圈 有沒有 我們前面不是有講過嗎 另外還有 用前測試回圈用file 對不對 用後測試回圈用dofile 其實兩個都做得出來 可是 有點難度 對不對 像108題那個99乘法表對不對 不是三種都做得出來 不過建議各位 你不要最後三種都好像做出來 當然考試的時候三種都用不出來 那就麻煩了 所以 當然行有餘力 你再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想要挑戰 半夜就是睡不著覺起來的話 其實你就想想看 怎麼去做 可能你動很多腦筋之後 就會比較容易幫助睡眠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210題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等一下我也會把我寫完的這個 這個錯誤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提供給各位參考 解連立方程式 謝謝 谢谢大家